曾经播过很多次的歌曲啊 一首来自周杰伦的《蝸牛》 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要播这首歌吗 就是每当我感觉没有动力的时候 希望他给你激励一下 对 让我可以继续往前走 就是向蝸牛学习 对 一步一步往上爬 周杰伦的蝸牛 好的 时间到了下午的4点12分 开始我们今天的套友说节目 一周新的开始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 其实没有特别震惊大家的新闻传出来 但是有一个事情呢 还是大家讨论蛮多的 虽然这是一个旧文 但是呢 却是最近才被报道出来的 有些朋友觉得这个事情呢 可能有一些代表意义 或者说有些朋友觉得这个事情 有点可怕 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是一个发生在这个是甘肃省 沁阳市郑元县政府的官网上 刊登出来的一则 一则其实不太长的消息 那这则消息呢 就说呢 其实这个图书馆呢 组织啊 对于这个一些 一些焚书的行为 一些焚书的行为 那有些朋友可能就 就会说了啊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 小乐给大家找的这张照片啊 两位女士啊 在图书馆的门口呢 在烧一些书啊 书籍并不是很多 只有基本 两位女士呢 在那里啊 焚书啊 同时呢 这一则新闻呢 是被放到了这个 所谓郑元县政府的官网 嗯 这个可以说呢 这是一种官方的 一则短讯 我想啊 这个 郑元县政府的这个官网 在放出这则消息的时候呢 恐怕她的心情啊 是觉得自己这是一件 可以拿来 表公的一件事情啊 或者说你看这个 我们执行上级的这个任务呢 非常的及时 对啊 就把这个东西呢 给呃 刊登出来 嗯 那他逢的是什么书呢 呃 这个新闻里也有报道啊 说是对 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 图书 图片书刊 以及影像资料呢 进行下架 以及迅速的销毁 对啊 包括呢 还有一些什么关于宗教 可能宗教方面的这个书籍啊 这个宗教类出版物 非法出版物等等啊 呃 其实总共才65本而已 其实不多啊 那后面呢 还说了一句呢 本次焚烧活动 由郑元县文旅局分管领导 亲自到管督场 是的 整个这个语言的语境呢 看起来就是 看起来郑元县方面呢 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对 呃 这个消息呢 在网上很快就传开了 传开了之后呢 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那我们知道在华语的语境里 对于焚书这两个词呢 其实是非常的敏感啊 先我们不要说 这个是焚的什么书啊 首先焚书这两个字呢 就足够引起了 很多人的一些一些想法 在这个文章出现之后呢 没多久啊 引起了网上挺多人的讨论 很快这个郑元县图书馆的 这个官宣报道呢 已经在网上被删除了 被网上被删除了 就是他们恐怕到现在 已经意识到 这个事件呢 不仅仅是表公这么简单了 从这里我插一个 就说明一个什么点呢 说明这个郑元县图书馆 以及政府啊 县政府的这些官员 他们在头脑里啊 对于这个什么叫敏感啊 什么是政治这一个地方呢 显然是缺根弦的啊 我可以给他们上上课啊 关于这一点呢 我的弦蹦的还是挺紧的啊 完了之后呢 就在这个这个报道文章 见报面试的同一天 那新京报啊 反应很快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图书馆焚书要经得起 文明和法律的审视 你看从这个标题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文章应该看起来 没什么问题啊 首先你做任何事情 是不是都要经得起 文明和法律的审视啊 我们先不要说 这个文明是东方文明 还是西方文明 这个法律是中国法律 还是外国法律 你肯定是要经得起 文明和法律的审视 这一篇评论员的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 也很快就被删除了 很快被删除了 我后来在网上找到了 这个文章的一些内容啊 我们一会儿可能可以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篇被删除的文章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今天 我在网上找这个东西呢 还是可以找到相似的 相关的报道 你看有没有一点点 像这个华为的李红源事件呢 好像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一方面有些机构呢 在删 一方面呢 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报道啊 红星新闻 红星新闻呢 也是我印象中 是来自上海的一个什么 文星报业 还是哪个机构 哪个机构的一个新闻网站啊 发表了这个文章 他也谈到啊 什么致电了这个正元县图书馆啊 说没有人接听啊 还有呢 就是8号下午 8号也就是昨天是吧 对 昨天下午 星期天 正元县委宣传部综合办公室的 一位工作人员 还接受了采访 昨天是星期天啊 其实这不是特别的多见 这位工作人员反映说呢 具体情况我们这边还不太清楚 还在调查中啊 如果有结果呢 按照规定会发布情况通报 这是有关这个焚书事件的 这么给大家回顾一下怎么回事情啊 可能大家如果关注互联网的话呢 在这个事情呢 还是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其实这只是一个 你看中国是省啊 省底下再是市啊 市底下再是县 一个县的图书馆 其实焚了也就60多本书啊 但是呢 在中国互联网上呢 还是引起了相当多的反响 很多人呢 包括一些挺知名的人士啊 都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说法 你看小小的一个县的图书馆啊 这个焚了一些书呢 就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中国人呢 说到焚书 后面是什么来着啊 3063这个朋友说焚书 接下来就是坑儒了吗 其实当然这个 我们要不要这么延伸的 把它延响出去呢 那就是会有联想呀 会不会要这样呢 可能也不尽然 因为我们来看的这个 所谓这个图书馆呢 是一个县级图书馆 这个事情呢 恐怕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会不会是这一个地方图书馆 包括地方的什么宣传部啊 这个文化部啊 地方的这个地方级的那些工作人员 他用力过度了呢 你明白吗 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内地啊 中国大陆呢 有很多时候呢 那些地方的官员在 在执行一些 一些所谓的精神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些用力过度的 太过于想要表现 是吧 这些做法 其实未必 未必是得到什么 从上到下的受益啊 或者说未必是好像在执行时的命令 但是这里面仍然可以看得出 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 一些怎么说呢 一些风气啊 或者说一些气氛啊 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休息一会儿 管完之后呢 再给大家好好的说说焚书这档的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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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欢迎回来啊继续聊这个焚书这个事情啊 刚才我们也讲到呢 事情发生之后呢 新京报很快就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对 我们知道呢 新京报是北京的一个地方的媒体啊 但是它是其实是有很强烈的官方的背景的啊 嗯 但这个文章呢被发表了之后呢被秒删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说什么 嗯 嗯 这个文章的标题就是要经得起文明和法律的审视啊 就是关于这个图书馆焚书的事情啊 前面呢就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事情的呃 基本事实啊 是 这两个女性工作人员 这两个女性工作人员真的是没想到啊 就这样上了这个国际媒体的头条啊 但是呢 那这个新京报这个后面写到了一些观点啊 我觉得 我觉得刚刚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内容啊 比如说 一方面呢 他说 这样一种焚书行为呢 不必做过度的联想啊 其实 嗯 就这个单个别事件来讲呢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啊 这个只是可能是非常个别的一个事件 但是呢 他说 他说由此展现出来的不当和所引发的社会担忧啊 确实是存在的 对 他谈到了两点争议啊 第一点呢就是 即便图书馆真的要销毁和处理非法出版物 我们先不说这个出版物是什么性质啊 是什么色情啊 暴力啊 还是什么其他内容的 是不是只能够采取烧毁的方式啊 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呃 这个我比如说 呃分分存啊 对 分存起来啊 或者说其他的方式 而且这样还是在图书馆 没错 尤其你需不需要在图书馆门口公开的焚烧啊 这个出到中国人 呃尤其是知识分子里脑海里焚书 呃这根神经啊 这个是他所说的 后面这些内容是我补充的啊 呃他说 呃如果说对一些出版物的处置有重要性 那他说最就地焚烧的这个方式呢 也超过了全社会所能够接受的范畴 嗯 呃里面传达出来的那种信息呢 并不是文明的维护啊 而是更多的是有一种粗暴的感觉 嗯 这个是新京报说的啊 呃此外呢 第二一个争议点呢 就是说呃你要去焚烧也好 要去销毁也好 要去处置也好 是不是得必须有一个标准 对啊 就是说谁来认定这些书是有问题的啊 谁来认定 依照什么标准来认定 呃这样一个处置标准呢 呃他希望呢是得到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表达 要不然呢就是可能是呃真的是有可能是呃这个图书馆的某一个工作人员来认定啊 这是不是有失公平啊 这个是一个方面 呃他所谓提到的尤其呢是关于宗教类出版物的下架和销毁呢是违反这个中国法律的规定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来销毁呢也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倾向性这三个字呢是一个特别具有主观性的定义 那换句来讲呢呃我眼中的倾向性和小乐眼中的倾向性和我们这个听众读者眼中的倾向性 我们YouTube观众眼中的倾向性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鉴定都不同 啊你那你这个东西你到底是按照谁的倾向性来认定的对不对啊 这个事情呢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新军报提出这两个争议的问题 然后呢还谈到呃在这个焚书这件事情起争议的同时呢呃今年十月份啊教育部呢还发表了一个关于啊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啊省理图书馆啊清理专项活动的通知啊这个通知他后来附在后面啊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仔细来一一来解读 那意思呢也是中小学生的也需要对这个图书馆中的非法图书啊包括外观啊没有保存价值之类的图书呢进行销毁和处理啊但是他没有直接告诉大家你就一定要去焚书 对他其实是有给一个步骤的他是说按照自查清理还有抽查这个步骤是那包括这个文章的最后呢就是他他也这个希望呼吁啊此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是个人行为还是按照这个规定的要求 有没有谁指示有没有谁指示的啊有关方面的应该及时介入调查回应社会关切因为这既关系到个案真相也事关整个社会的文明预期啊这就是新听报的这篇报道 这篇时评呢网上删除了啊找不到了啊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版本呢是因为这个很多文章在网上出现之后呢就被留了下了啊 呃我们很庆幸啊这个还是记还是能够留下一些东西来的那这个文章评论被删除呢其实呢我觉得也是挺感慨的啊因为从这个文章本身我们从都念到底来看的呃没有什么倾向性吧啊如果按照这个倾向性要被销毁这件事情我不认为这个文章呃有什么倾向性而且基本上他讲的都是按照这个国内中国国内的法律法规啊来来说的也不涉及到什么煽动啊或者说任何 不存在的内容但是他的确点出了问题啊就是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去查处需要去处理啊搞清楚怎么回事事实上现在有关方面呢也正是在调查和处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情是个人行为呢呃还是组织行为呢到底是怎么样定性呃好像这个文章本身所展示出来的内容正是官方现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删除呢对啊为什么要删除呢难道他说的不就是现在正在做的呢呃我我感觉啊这里面显示出一种呃 一种一种态势啊就是可能在现在国内的这种环境里面啊像这种有一点点引发民众讨论的这种热议话题呢他希望你大家都不要去讨论啊就不要给大家讨论的呃可能性啊要这个话题消失在空中啊可能就是呃删除的考虑吧要不然我我我个人是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啊这样一篇不是那么呃为什么要被删除但是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他被删除了也许之后还是会有其他的文章类 这次文章出了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评论那关于这个这一系列的事情发展到现在呢我给大家说我几个总结首先呢这个是确有其事啊我们都知道在网络上出现的很多新闻的未必是真的啊现在这个社会谁也搞不清楚真的假的但是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呢确有其事确实有两个图书馆的这个工作人呃呃还喜滋滋美滋滋的啊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在图书馆门口分书啊作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呢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焚书这件事情在中华中华文明以及中文语家语境底下的意义啊我我刚才其实在说啊这个老实讲啊哪怕你看这些书不顺眼最好不要烧书啊在中华文明的语境底下烧书是有一点点不好意味的啊哪怕你要烧你可以偷偷烧啊就不要公开烧啊这个可能就是我自己的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呢说明这个事情呢我感觉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并不是一个官方统一的行径不是一个统一的行为目前是一个极个别的现象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底下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贯彻上级精神的时候呢用力过猛了这是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呃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讲啊这个无论如何不要去焚书啊无论如何不要去焚书呃小乐你说你听到焚书两个字会不会就觉得哇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联想是会有它有原因在的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焚书后面的那两个词嗯就是大家一看到焚书而且在呃中国历史上自从焚书坑如之后 有很明就是著名的焚书的事件吗好像也呃烧的书肯定是有啦就比如说你这个呃朝代更替更替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大军眼镇啊大军眼镜啊这个把城里涂成了都说不定啊就城都涂了啊公都涂了何况几本书啊还是有的但是在近代就已经几乎是但是像当年秦始皇这个这个当年秦秦朝的时候所做的这种所谓公开的焚书这种情况呢 呃可能历史并没有第二例啊这个只是一些战祸所导致的但其实呢关于这个当年的这个焚书呢历史学家是存在争议的啊这个关于这个焚书到底是谁的锅到底这个呃书的范围有多大啊包括这个坑儒啊到底坑的是谁其实呢历史学家你要你要真的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历史的话这里面其实是是富有挺大争议的包括这个很多人都在说可能这个秦始皇是被冤枉啊其实他当时不是这个意思 呃烧的也没有那么多书啊也是后世复汇出来那包括这个呃说到坑儒啊这个其实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秦始皇啊他坑的不是儒式啊坑的是术式啊所谓术式呢就是那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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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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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人 包括我们这个社会的读书人 这样的缝书的事件呢 是不会经常出现 或者说不能够经常出现的一个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无论如何我们要尊重书本 然后尊重书本背后传递出来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来自各方不同的观点 来自各方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除非这些想法和意见 被国家的法律认定为是非法的 那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什么色情啊 暴力啊这些书籍啊 在中国的法律认为它是非法的 或者说甚至于这个我们大家都想说 就挂在嘴边的话 是不是有一些反动颠覆的内容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 这些反动颠覆内容的存在 对是吧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就算想要把它就是封存起来 你可以用封存的方式 你不一定要把它销毁 或者说用焚烧的方式去销毁 是不是我们就是要不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啊 好像对于文化的摧残啊 就有些人如果说联想比较 这个能力比较强的 已经可以联想到什么坑儒啊 再往后已经联想到文革啊 这个那个时代啊 可能这种联想都会出来 你说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当前 想希望看到 我觉得他真的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你联想太远了 对不对 那有意思的是呢 我在这个冯书坑儒 今天在中国做这个资料的搜集的时候呢 我还看到了2018年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啊 这文章19年的时候也出现了 找不到署名啊 找不到署名 但我觉得这个文章特别有意思 他说的就是有关冯书坑儒的事情啊 标题一目了然 特别的清楚啊 秦始皇冯书坑儒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你看这个是为冯书坑儒这个事情呢 来给他 来给他说话了 来给他这个证明啊 这个 这位作者啊 我没有找到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啊 不知道这个文章出来的动机是什么啊 但是这个文章你看 我们如果你去百度搜索 还能够看到这篇文章 好像这个你看到这个文章 你就会发现啊 他似乎给这个坑儒这个坑儒 这个事情提供了一个一个新的角度 是不是他还有一些正当性 这个文章怎么说的 我大致浏览一下 啥意思呢 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文章太长 不可能念给大家听 那意思呢 就是说 你看秦朝虽然二世而亡啊 就是秦朝 这个秦始皇秦二世就结束了啊 但是秦朝呢 做到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啊 就是统一全国 并且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啊 一定程度上就是秦朝是我们中国封建史的开端啊 这是一定程度上这么的说法 但是呢 他谈到秦朝在这个统一全国之后呢 他认为做了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 非常明智的事情 正是因为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呢 才导致这个秦朝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悖论啊 因为秦才传了二代啊 但是anyway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秦始皇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统一度两横 统一文字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说在这里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焚书 为什么说焚书这件事情 能够是一件好事呢 从这位这个作者的角度来讲 因为这个当时的中国是一盘散沙 对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语言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文字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思想啊 所以说呢 你统一了之后呢 你统一是容易啊 你把大家这个靠这个强权 靠这个部队也把你干掉是容易啊 你要统一大家的想法 这个就很难 他说呢 如果说一个大家庭啊 如果说家长说的是陕西话 底下人说各说各话 有的说山东话 有的说湖南话 有的说浙江话 有的说安徽话 这样呢 对这个家庭的和谐呢 不是好事情啊 他说如果说生活上的差异 还可以一起凑合过下去呢 如果脑袋里各有各的思想啊 那就比较困难了 他说不为这个家庭着想的话 比如说老大啊 就是今天想干嘛 老二今天想干嘛 他举了个例子 就是比如看电视啊 每天晚上看电视 家长想看新闻 儿子想看战争片 女儿想看工作片啊 就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 他认为这个和谐 这个最最好的办法呢 说既然情统一了天下 当然不能容忍 这么多差异巨大的风俗习惯 这么多的思想学派存在下去 显然会对帝国的统治 造成障碍 造成阻碍 所以说呢 他认为呢 你看就必须要处理处理 因为大家的想法实在太不同了 我觉得说到这呢 就是有点有点 这个看起来有点 看到这有点心寒 有点吓人 我们都知道 以前我们都提倡百家争鸣 各种思想都允许它的存在 但和这个作者显然不是这么想 他说呢 天下统一了 思想也要统一 不然太危险了 我觉得这句话听上去很危险 天下统一了 思想也要统一 要不然这个用哪种来取代呢 他说谈不到 哪个是先进 哪个是不先进的 成功就是先进的 他认为这个秦朝的 站到这个角度来讲 秦的做法就是成功的 既然秦掌握了话语权 就是要秦的说法 去统一其他六国 就是秦朝的说 只允许我这个思想存在 其他的思想大家都不存在 我跟你都灭一灭 反正大家就听说我来 这个国家 听我就对了 这个家庭就和谐了 就和谐了 这是这个作者的自己的说法 他说呢 统一思想就一定要焚书吗 他说在当时来讲 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他说在当年 2000多年前 书籍承载的功能 非常的重要 秦始皇为了国家的稳固 思想的统一 焚书或者禁书 看来似乎也没有错 作为一个帝国主体 必须有人服从 有人牺牲 有人被通化 否则汉族是如何产生的呢 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民族 为什么现在全都成了汉族呢 如果汉朝没有存在过 秦朝的统治延续到那个时代 恐怕我们今天要被称为秦族了 这个朋友是这么说的 但后面还很多 我这个实在是没有时间 给大家详细的展开了 说到这儿呢 我想说就是 就和大家讲啊 如果说秦朝 汉朝没有存在 秦朝的统治延续到那个时代 恐怕我们就今天被称为秦族了 被称为秦族有什么了不起吗 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 这只是个称呼 在这里他是不是把那种 所谓后果夸大得太严重了 这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我们都知道秦经历了二世 焚书坑乳这件事情 虽然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包括这个秦皇 是不是被冤枉 有一种说法呢 他当时这个焚烧的呢 并不是所有的书籍 他并没有建议这个其他的书 他只是建议焚烧的一部分 就是秦记以外的历史典籍 并没有建议什么诗经啊书经啊 其外的柱子百家的书 全部都烧毁啊 这是历史上的一种说法 包括对于这个坑儒 有一种说法 他坑的也不是儒式 而是术式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是历史 叫给历史学家去研究 但是从我们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焚书这个事情呢 一定被认定 秦始皇当年做的这个事情呢 已经被定上了一个框框 是的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的时候呢 是对不起了 秦始皇的老人家 有可能你被冤枉 但是你这个事情 作为一种现象已经存在了 那我今天看到这个文章呢 他似乎就是好像有一点为焚书这件事情来 来平反的意思 来辩解的意思 就好像是为了这个举国的和谐啊 为了整体的进步 为了整体的利益啊 这个个人的所谓不同的思想就应该被扼杀掉 所有人不同想法都应该被焚掉 焚掉之后呢 这个国家思想就统一了 这个家庭就和谐了 大家就愉快的继续的快乐生活在一起了啊 这个说白了呢 因为这家庭成员 你也看不到其他东西了 对不对 你看到的只是那些东西 反正就觉得那些东西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看到其他东西 你可能就会有思想 有想法 有质疑 就你这个问题 事情有问题啊 我是觉得这种 这种想法比较可怕 这篇文章给我的这个观感比较差啊 而且这个文章是新的 18年19年的时候出现 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隐身的含义 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 这个图书馆分书的事情 再次强调 就这个分书事件本身呢 它是个个别事件 希望大家呢 就能够尽量把它 刚一个个别事件来看待 我们希望它也是个个别事件 我们也希望呢 最终结果呢 就是真的那几个工作人员啊 可能真的是 有一些太急于上进了啊 这个希望用这些事情呢 为自己呢 哎这个你看我贯彻上级 意思多么的棒啊 希望是这么一个事情啊 7556 这位朋友说 焚书给人联想的是文革 拉开了序幕的画面啊 这样一定会激起人民的神经 说实在的 这种不文明的举动 不应该发生在现今的中国啊 但又不可否认 它确实是发生了 那到底能不能说明 中国社会正在朝更极端的方式运转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呢 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也不要那么着急下结论 可能真的是个别工作人员不懂事啊 给领导添乱啊 对不对 谁知道 好 我们这个今天就快点就到这 休息一会儿 好欢迎回到陶友书啊 我们这个背后的标板大家看到了孙新鸣啊 今天下一个话题呢 说说这个人物 说说足球啊 作为一个狂热的那么多年的资深的足球迷呢 其实挺希望在节目中说说体育啊足球这样的 对所以今天终于有一个机会了 终于有一个机会 孙新鸣在上个周末的比赛中就近到大家 我不知道这个小乐 你算是球迷吗 会看这个比赛吗 因为我看不太懂足球 所以我真的只是偶尔像这种新闻事件的时候 才会去关注一下 足球是最容易懂的好不好 真的吗 就是把球踢到球网里就好了 那是啊 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细节的一些规则吗 好吧 看来基本上是个球毛 没有关系 孙新鸣呢 在上个周末进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球 因为版权的关系 没有办法在电视上给大家播放 因为考虑到我们要在YouTube上播放的这个缘故 对 我们怎么来形容呢 就是惊世骇俗 我已经想不到其他的词语了 当时呢 他从这个对本方的禁区在截到啤酒之后呢 拿着这个球从本方的禁区线 一路狂飙到对方禁区线 70多公尺 这个70多公尺 70多米嘛 这个足球上100多米长嘛 70多米啊 他就狂飙 然后呢 在整个过程中呢 大概有七八个对方的球员在此结他 但是他就像跑车一样 蹭一下这个超了过去 只是一个人带到禁区里面 一个射门 就有非常冷静的时候我们就进 这个球的精彩程度啊 很多人已经评论 已经预定本赛级最佳禁球 是的 或者说很多人在评论呢 这个球呢 奠定了孙星明这个韩国球员的 世界级球星的地位 据说还有人把他的名字跟罗纳多 孙纳多 对变成孙纳多 这个是孙星明的教练 这个狂人慕尼尼奥 他已经说了 这个我的孩子已经把它称为孙纳多 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罗纳多大罗 当年在西甲的时候呢 曾经踢进过这么一个类似的进球 但是罗纳多那个进球呢 跟他的相比呢 有点不一样啊 孙星明这个球呢 体现出哪几点 他的爆发力真的是强 已经有人在说 他是不是非洲人啊 这个爆发力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点种族歧视 我刚才说的句话 种族问题 开走开走开走 就是说 孙星明这种体现出的爆发力啊 已经和这个 已经显出他特别强的那种爆发力 已经不是好像 那有人在这我们黄州人也可以跑那么快吗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视频 就是对方的这个球员追他都追不到 完全是一大堆这个 我们都说英超嘛 基本上都是欧洲欧洲裔的球员在追啊 就非常狼狈的左赌右借没人追得上 再一个呢显示他超强的这个射门能力 最后那一脚啊这个是太棒 非常冷静啊 到门口的这个处理的时候又非常冷静 孙星明这个球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中国足球不怎么样啊 但是孙星明这个球一出来呢 让大家觉得呢 中国足球更不怎么样啊 这个不怎么样了 已经到了这个好像是 有点难以去回首的这种这种程度了 太不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有个著名的球员叫做吴磊 吴磊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个球员 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敬业 同时呢也非常的努力 也愿意挑战自己啊 他现在在西甲 但是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季战主义冰啊 和孙星明相比啊 可能也就是 小巫见大巫 怎么说呢 这个差太远了 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大家能够贴切的 不知道插了几条街了吧 这个虽然我很喜欢吴磊 真的很喜欢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网上呢也有些著名的体力评议员呢 发表了一些对于这个事情的评论啊 比如说黄建祥 他就说一个令中国球迷羡慕 令中国足球绝望的瞬间 然后瞬间记事很久 这个叫徐国喜 这个你看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 他说这个爆发力已经不是欧洲话了 已经非洲话 这位徐同志涉及种族歧视啊 刘思远说 看完此球适合做梦 说我们国脚 国脚是不是早点也能这么踢 刘家远 说想看孙和姆八佩一起跑啊 就姆八佩是一个法国中民的球星 潘伟丽说 孙星明你干什么了 脸都被你打肿了 李玄说这样的孙星明让我们羡慕 嫉妒恨 牙疼 当然这个好像看起来就只是一则体育新闻 他是不是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吗 但是刚好啊 就给我一个机会的 来我们来说说中国足球 那很多人就在问出这么一个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啊 我们中国足球没有办法培养出一个孙星明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种话在我还刚开始看球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讲了 说我们中国当时说有中国有十一亿人 每一亿人中出一个人去踢世界杯 就足球十一个人就可以了 为什么十一亿个人找不到这十一个人呢 还真的就是找不到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会不会我们在足球上面 没有办法跟可能欧裔的国家比 会不会是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个你知道身体 我们就是不同吗 是 你的这个爆发力啊都方便 你这个话也涉及这个种族歧视啊 但是我跟你说 你这个话呢 现在就基本上孙星明给你给打脸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包括我们都知道 日本足球现在的进步非常的强 日本足球现在已经强到中国 已经忘不到他的背了 难以忘提向背啊 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啊 很好给大家解释一下成语 现在跟中国足球混在以多瑞德呢 越南和泰国这样的球队 中国可能都不见得打得过啊 包括什么缅甸啊这样 非常的痛心 但是与此相对照的呢 却是中国职业联赛的这个火爆啊 以及这个中国职业联赛球员 这个收入的剧增啊 这个让人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么多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 简单给大家讲几点我的想法好了 我觉得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国足球啊 包括其实这个事情往大的说是很多其他方面 要正式和其他人的差距啊 尤其是和我们这个人种相似啊 各种体能条件相类似的韩国和日本足球 我们都知道呢 中国呢人员很多啊 北方人南方人啊 可能这个大家的人身体素质也不太相同 但是和这个韩国日本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东北啊 西北啊山东啊 这一块北方人嘛 那你要说 这些人种从这个身体素质的角度来讲 不应该比韩日球员差 但是为什么技占数水平差那么多呢 我们要正视这种差距啊 我们都知道 以前这个很多人在说起韩国足球的时候 小乐应该不知道2002年韩日世界杯 当时呢韩国队呢 是在这个近四强的时候呢 淘汰了意大利 那场比赛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黑哨 那个这个西班牙裁判 我记得叫莫雷诺啊 那个裁判在这个比赛中呢 出了很多不利于意大利的这个判罚 最后呢导致这个意大利寒冤出局 韩国队晋级 这件事情呢是韩国足球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至少从中国球迷的角度来讲 你现在去问韩国球迷 他们肯定不认为自己是污点 但是现在中国足球有一个现象啊 就是谈到韩国足球就把那个污点 2002年的世界杯女士拿出来说 其实呢 我觉得这种心态特别要不懂 你要老是纠结在这个里面呢 你就永远看不到自己的差距在那 永远没法进步 其实韩国足球现在的进步啊 已经是 你真的是 你孙星明和吴磊的差距吧 就会非常明显的能够体现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说 中国出不了人呢 说到底 就是中国没有人愿意踢球 在中国的这个学校里啊 操场上啊 你很少能看到孩子踢球的 所以是一种 大家在观念里面觉得说 足球并不是那么吸引人的 其实足球如果说你挣这个达到职业联赛的话 挣很多钱 但是在中国家长的心目中呢 似乎会把足球放在一个 搞体育啊 放在一个不那么愿意去培养他们的这么一个 那父母都希望孩子去做什么运动 中国足球的话题啊 你说大的是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缩影 为什么说足球这个事情被反映的最明显呢 第一个是足球的关注度高 第二个呢是在足球领域啊 各类现象呢浮出水面的程度比较 比较大一些 就是很多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其他领域可能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那这个反映出什么大环境的问题 你看家长不愿意啊 学校呢 最好学生都不要上足球课 那就不要上什么体育课 足球场太花时间了 太花时间了 容易伤到自己 容易伤到自己 这一点我们看看这个新西兰 这个没到周末 虽然我们新西兰的足球水平不怎么样 因为人实在太少 再加上呢 我们的rugby文化太强了 对 我们的rugby 我们这个到了周末这种体育文化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种 孩子们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均衡发展 这方面呢 这个其实是个教育问题 对不对 再一个呢 可能我想说的是一个轻逊选才的问题 在这里呢 这个我看到也有些网友评论 说孙星明这样的这个条件啊 可能在如果在中国的话呢 就可能出不来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个选才呢 太注重身体 少注重意识 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当这个青少年队的时候 大家都是七八岁十几岁的小孩 你说那时候踢比赛 我挑一个壮的是不是稳赢 我挑一个高的 你抢得过我吗 OK 是不是 更不要说这个以前存在的 广泛存在的什么改年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谎暴暴暴年龄 这样事情就不说了 我们假设它不存在 我们就说在这个轻逊选人的这个情况下呢 你就是太急功近闭 任何一个 不管是这个青年队的教练 或者说地方的教练啊 或者是体育级的人啊 他都不希望怎么说呢 我今天种下的那个这个种子 我这个果实让其他人去享受 这就是是不是反映出一个社会的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现象 这就导致什么结果呢 我轻逊教练 我当然选了 我选这个这个高又高又壮呢 不好吗 对不对 为什么我要选那些什么看起来这个不怎么样 又瘦瘦嘎嘎嘎的 对不对 他可能就不会选那种球员 久而久之就造成了这个选材的误区啊 当然一个轻逊的问题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回头这个大宝老师 这个可以说很多啊 结果就不再多讲 还有一个我觉得 非常需要给大家指出一点的就是 为什么说中国球员的成长这么慢 必须要说和现在中国职业足球的一种畸形的发展啊 我这种畸形的发展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呃中国现在职业足就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 就是呃球队那些俱乐部啊 对 他都不想挣钱的 嗯 他只要成绩好 他无所谓挣不挣钱的 嗯 为什么他不要挣钱呢 因为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足球俱乐部 他可能是某一个商人啊 或者说是某一个地方体育局 要不然就是要政绩 要不然呢 就是为了他的这个商人 就是为了他的这个呃呃 就经商呃 就是打好官商关系 就是美其名说是一个球队 事实上是有其他人 就是他无所谓的 嗯 无所谓现在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他大量投入 他不计产出 嗯 他无所谓的呃 这样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再加上这个呃 中国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 他是限制外员数量 就是外国人是有有数量限制 这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呃 在中国职业联赛啊 国内球员 但凡你踢的好一点 你就个宝就跟个宝似的 嗯 没有个足球俱乐部的成员 会愿意把那些人放到 放到国外去 嗯 因为你买不到 一共就这么点球员 对 然后呢 反正我也无所谓 我也无所谓这个呃 这个所谓损失啊 我只要你这个 把这个球踢好了就行了啊 我回头能跟那个政府 要快递回来就行了 所以说 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你看 俱乐部没有意愿 把自己的好的球员送出国 哪怕对方出一个好的价格 他也不愿意 而且呢 因为这种畸形的体制底下呢 就搞成你这个球员 同样一个球员 你卖给国外的俱乐部 可能只能够卖 呃一百万 嗯 卖给国内的俱乐部 能卖一千万 嗯 所以就你就到最后 你可能就是 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愿 所以真正厉害的球员 也没有办法得到 他应有的一些资源 还有培训 啊 那些那些那些球员呢 就俱乐部不会愿意 把他们送出去 是 那回过头来 那些球员本身呢 嗯 他们也没有出国的意愿 嗯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国内太好赚了 嗯 啊 现在据说 这个一个普普通通的 一个能够踢上职业比赛的 这个中国球员 就一年能够挣好几百万 哇 我的天哪 我真后悔自己当年没好好练啊 想当年也在这个校队 感谢让你儿子现在去练 也在校队踢过几脚 脱过几次篮的啊 没有好好练 那这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你看 你随便混混就有几百万 对啊 如果说你踢到了一个像 五类这种级别的 这个中国足球的水平的人啊 他就是闭着眼睛一年挣几千万 挣着上亿 嗯 你出国啊 比如说你跑到 你就算孙心明在热刺吧 他已经算是一个收入水平很高的 但都比不上现在一个普通 中国国脚 在中国国内挣的钱 嗯 如果你辛辛苦苦跑到欧洲去 身边全是老外 嗯 每天要跟一大堆肌肉棒子在那里扛 啊 有来自非洲的欧洲的 嗯 这个各种这个大块头啊 你要跟他们扛 还要忍受出巨大的压力 有没有 还有可能随时被淘汰掉 随时被淘汰 淘汰了可能这个搞不好又伤了自己 对 你说能够有勇气走出去的 是不是非常的不容易 嗯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中国国内的那帮踢球的孩子们啊 都不愿意出国 哪怕你今天放一个合同给他们面前 你看你要去 都不去 为什么呢 是 就是在钱面前大家都没有 我觉得这可能也反映出整个社会 就好像有什么比钱重要呢 嗯 我图什么呢 反正我也不可能怎么样了 对不对 反正我也不可能说中国族 现在就这么一样子啊 就成天跟缅甸私混 嗯 跟泰国较劲啊 跟马来西亚打对攻 反正我也不可能把这个足球提高到哪去了啊 因为我干嘛这样呢 我还不称自己的这个 好像职业经历也很短 多正几年前 其实你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也没有错 这是个人的选择 首先我觉得这种选择也没错 其次呢 在这里我真的要表演一下我们的吴蕾同学 虽然我们刚才讲了 吴蕾和这个孙新明的差距非常的大 我们必须坦白的承认这一点 各方面的差距 但是呢 他在去年的就是夏宁决心出国留洋了 他去了西班牙 虽然踢的我可以说是 查强人意吧 这个不怎么样 不是那么好啊 也还行 有的时候还行 但是毕竟呢 他走出了这一步 据说他出国 他自己的经济损失相当的大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步毕竟是迈出去了 如果说像这样的球员越来越多的话呢 中国足球才有未来 才有希望 我们作为一个老球迷啊 中国足球啊 大概十几年前就开始感叹这句话 再也不看中国足球 这句话都不知道说过多少遍 虽然我们家电视没砸过 我知道还真知道有人砸电视 真的 看他太气了 虽然我们家电视没砸到 因为砸的时候呢 我还是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 还是没有砸下去 但是你看 球迷就是球迷 经过这么多年 你今天中国足球队 只要在这个什么 赢了一场比赛 赢了一场日本 赢了一场韩国 每个人都会 重新点燃起心中的股热情 是 马上就投入足球当中去了 足球呢 是世界第一运动 这样的还有很多人说 中国体育在很多方面很强 但是足球很差 为什么其他项目可以 足球不可以呢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说一个很残酷的理由啊 其实因为其他项目 别人不重视 你这个很多项目 当然你是可以玩得很溜啊 但是没有达到这样大的市场化 职业化的规模的话呢 说白了呢 就是没什么太多人跟你玩的项目 当然我们不排除 有些项目 中国体育教育也相当牛逼啊 这个我们也不能一杆子 全部抹杀 比如女排 游泳啊 刘翔啊 包括刘翔 这个相当的不容易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 恐怕还是这样的原因 那足球呢 是世界第一运动啊 所以没有人会 给你这个好像简单的让你让你做起来 以前中国女足很强 中国女足呢 曾经拿到世界杯亚军 那个时候也是铿锵玫瑰啊 这个球举国关注的焦点 那后来怎么了 因为其他人重视了 你就踢不过了 你就踢不过了 不然这个女足可能身体上的这个差距会更大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 所以说到这呢 就是一个老球迷的哀怨 今天借着孙兴明 孙兴明的这个球的机会呢 吐吐槽 虽然这个也没什么用啊 希望我们这个中国足球呢 能够 不过这话说了很多年 每次都说从头开始 重新开始 除了吴蕾以外 难道没有像你看那些 我相信很多真的热爱足球的体育体育员 他没有想说为了自己的这个理想 为了自己的梦想 放弃说可能确实在国内 可以挣大笔大笔的钱 但是他可能想要去追求更更远大的一个理想吗 as a matter of fact 还就真没有 目前啊 希望呢 这个明年后年的我们可以看到 更多这样的年轻的球员 能够说 除了钱之外呢 能够给自己 有一点多的追求 真的 去欧洲 这个东西呢 足球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啊 你跟臭的踢越踢越臭 华国语言就是这样 你跟好的踢呢 你会被带动起来 是 你会被带动起来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啊 希望我们这个 中国足球呢 能够再一次的 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吧 嗯 好不好 有些朋友知道我是阿森纳球迷 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 就知道吗 最近的是阿森纳球迷特别的痛苦 因为我们这个球队现在踢得很臭 非常非常的臭 热刺啊 这个孙心明是热刺球连 按说呢 热刺是阿森纳的死敌 我应该特别痛恨他 但是我由衷的赞叹孙心明 确实厉害是吧 你知道吗 他现在还是单身 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真的啊 那你要不要当他女朋友 玩笑话 有点难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逛逛之后再见